我国今天新增33起冠病确诊例 当中23起属于本土传播病例 全都是社区感染例 其中有4起同之前病患暂无关联 卫生部说客宫宿舍今天没有出现病例 新增的社区传播例中 19例同之前的确诊例有关 当中13例在早前已被隔离 另外6起是通过积极检测发现的 10起输入型病例 在入境时已经接获了居家通知 其中5名确诊者是回国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目前累计病例为6203起